由花蓮縣政府指導花蓮縣文化局補助 還有花蓮舞蹈劇方主辦的中國舞研習工作坊 趁著暑假是在民意國小文化局的演藝廳排練室來開課了 吸引了很多兒童還有成人來報名 團長蘇美珠聘請多位優秀的中國舞教師為學員來指導 最後展現延續成果獲得熱烈迴響 由花蓮縣府指導花蓮縣文化局補助及花蓮舞蹈劇方主辦的中國舞研習工作坊 暑假在民意國小和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堂排練室開課 由團長蘇美珠創團34年之久的花蓮舞蹈劇方 聘請多位優秀的中國舞教師為花蓮兒童青少年及成人免費授課 我們文化局陸陸續開辦了一系列的一個工作坊 我們希望說能夠讓大家能夠來親近表演藝術 以今天開辦的一個中國舞工作坊為例 其實參與的成員大概二十幾人 他們完全都沒有接觸過所謂一個正宗的表演藝術的訓練 那雖然在這個成人班的一個中國舞的部分 雖然只有短短兩天的一個時間 但是我們就希望說能夠利用這兩天的一個時間 讓這些婦女朋友能夠來了解 表演藝術他真正的一個意義跟他的一個興趣 到底是在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那如果說他知道了他了解了 他也願意來去參加這些參加花蓮縣的一個立案團隊 那我相信這樣子未來花蓮的一個表演藝術 應該是能夠比較會有朝氣蓬勃的一面 中國舞呢因為文化局希望說 有一些資源可以能夠普及到社會人士這樣子 所以現在花蓮成人學跳舞的也蠻多的 所以他們說是不是我們中國舞的部分 多開一個提示給就是成人的成人組的一個演繫 剛剛看了他們的成果發表以後 我自己就是嚇一跳 真的是我們老師一定進了很大的力量 把這些小的大的孩子都有的 在一個甚至一個舞的整個都完成 那他發現說孩子的興趣最重要 啟蒙最重要 老師要引起他們這舞蹈的興趣 甚至於有一些地方是比較不好做出來的動作 要啟發他們甚至於去分解動作這樣子 文化局2020太平洋走案藝術季 今年4月委託花蓮舞蹈劇方 首辦芭蕾舞蹈音樂工作坊 成功激盪花蓮學舞孩子們的熱情 以前在學校我跳 然後現在也有在花蓮舞蹈劇房跳 因為他很愛跳舞 我想說讓他就是當運動 然後就跳出興趣 這次中國舞蹈顏錫營 最少8歲到40歲以上成人都前來報名 成果展現也讓人驚喜 期盼未來能鼓勵更多民眾親近表演藝術 進而願意購票觀賞 吸引民眾走進演藝廳 記者長方夜華蓮池報導